我會在等 我說不是沒話說 我說我怕 一直說 說會老闆 那今天呢 其實剛才主持人呢 一再的在強調 這個比賽就一定要分出個高低 那最重要不是你唱的不好 今天大家其實都唱得很好 那因為比賽有時候會緊張有沒有 緊張也會影響到分數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選歌也會影響分數 還有一個 是你歌選對了 但是調子不對 會不會影響分數 好 今天呢 ABC3組呢 C組呢 很嚴重 就是有幾位參賽者選的調子 不是偏高 就是偏低 所以呢 回去再把你選的歌 再去試試看 去找到 比較適合你會唱的比較好的那個音調 C組的朋友 C組的參賽者 因為有好幾位 都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讓你很難發揮 參賽也有的是歌唱班的 那這個唱歌呢 現在的歌喔 我們不管唱什麼歌 感情一定要到位 如果你感情到位了 聲音一定會到位 然後利用你身體的力量去幫助你音色的這個展現 高音啊 或者是低音 那個身體喔 很重要 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 像我們小潘老師 就很重視你那個肢體語言 你一定要陶醉在那個歌裡面 所以呢 其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呢 最基本就是什麼呢 緊張在所難免 上台就深呼吸 然後要不然就是面帶笑容 要不然就是在後面隨便動一動 讓你放鬆 那這個是 現在都已經比賽完了 但是如果要進入決賽的朋友 就在注意 放鬆自己的心情 閉眼睛 然後呢 深呼吸吐氣 然後笑 都可以幫助你紓解壓力 好 但是呢 就是呢 這個歌 你一定要熟 不要選那個不熟悉的歌 然後一邊看著字幕機 一邊唱 一定會影響的 像我也是一樣 我如果會唱的歌 再給我看大字報 我一定就變得不會唱歌了 因為為什麼呢 一下子又想看歌詞 一下子又可以自己唱 那種你會分心 所以最好把歌呢 要挑那個你熟的 但是很重要 什麼 你搶歌的時候呢 要搶那個 可以展現那個實力的 那個歌不要選的太普通 我建議很多唱 東洋歌曲的朋友 有很多歌 可以幫你在比賽的時候 拿好分數 不要唱那些好像聽起來 沒感覺有沒有 你都唱得很好 可是那個歌沒有辦法 展現你的這個 你的長處 就是說譬如說你的音色 高低起伏轉折 那個我們沒有辦法聽出來 所以那個歌就太平常 那個會幫助你扣分 不會加分 所以我建議 如果要唱東洋歌曲 以我的印象當中 一些歌唱比賽 很容易拿分什麼 像Yukiwa Hulu有沒有 降雪 還有什麼歌呢 SUBARU 這些歌都是比賽的好歌 你唱一些輕快的 好像那個好快樂的那種歌 我想快歌是最吃虧的 在歌唱比賽裡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住 快歌沒關係 你要唱可是你要表現得精彩 不能唱得太平 那我舉例 今天有幾位朋友 選的歌是不錯的 那對唱呢 對唱來講 我跟小百合兩個人 就是對唱跟合唱 我們算演唱主 所以今天有很多夫妻黨 還有朋友黨 那不管怎麼樣 兩個人一定要互動 你看我 我看你不要一個人看他 可是那個另外一個 根本就不理這個隔壁的那個 在看他 好像你們兩個是分開的 其實你們兩個是一體的 但是是變成個體 好 所以那個 你來我往 首飾的這個 就所謂的聲音的和諧度 但是最重要還有你們兩個的那個什麼 感情的這種的 有沒有和諧 不是 像我今天看到好幾對 都是很精彩的 還有舞步 還有牽手 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一些創意 所以我覺得那個才是真主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是參加合唱主的 你們兩個人一定要培養默契 好 培養那個聲音的和諧度 好 那其實一下子講不完 因為還有兩位潘老師 我今天又要去台中去打唱歌 所以現在很激 我還要唱歌給你們聽 要唱嗎 Yeah 好 我再補充一點 其實你們的實力 真的都是很棒的 不是唱不好 有時候比賽 就是難免 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有時候運氣 有沒有 可能你今天喉嚨不舒服的感冒了 要不然就是 啊 真的太緊張或太趕了 或者是選歌的調子選錯了 其實是出在這裡 知道嗎 好 所以沒關係 但是每一次的比賽 就增加自己一次豐富的經驗 然後呢 失敗為成功之母 會越唱越好的 好不好 而且把唱歌當作什麼 豐富你人生 還有一個什麼 是一個運動 有沒有 其實唱歌是一個非常好的全身運動 最重要是什麼 快不快樂 快樂 好 謝謝 好 那我想呢 我唱一首 這首歌我也建議各位 因為好像比南韻歌的很多 那個心頭肉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比賽歌曲 好 他可以展現你歌唱的實力 好 那另外還有另外一首歌叫什麼 我們那個小潘老師呢 還有這個 他就被這個音樂感動了 就是想要跟你飛 有沒有 想要對你飛 今天是關章力 力精選的歌 是嗎 在現場 好 這個歌呢 是一個比 是一個大曲子 他算是大曲 有些歌是小曲小調 你平常唱麻衣就好啊 可是問題是拿來比賽 就比較小 就比較小家子氣 所以比賽歌一定要選大氣的歌 那 但是呢 這個 這個 力精你是歌唱班的是不是 好 好 你其實唱歌很穩 好 但是呢 百合姐有個建議 不好意思喔 當場說喔 可以嗎 還有其他的朋友也要注意 我們唱歌的時候 口氣很重要 不是只有把他唱到美 唱到很雄壯機啊 或者唱得很高亢 不是 你那個口氣很重要 口氣就是什麼 心情 你要把我們大家 帶到那個歌的情境裡面去 這點很重要 不是你一個人唱爽的 知道嗎 所以那個口氣很重要 那今天很多朋友 都是插在哪裡 插在你的氣態 想要唱太足了 結果到最後氣不足 插那麼一點點 有沒有 所以呢 像這個樂句啊 所謂的樂句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小節裡面有歌詞 啊現在的歌詞字又很多 所以我建議各位 不要想一口氣給他唱完 把他分享 那就叫樂句 樂句會影響到什麼 律動 律動就會影響到你的節奏感 有沒有 歌不要唱得太黏 太平 一定要有口氣出來 跟他公回趕快 那像這首歌 我們情商的時候 失戀的時候 你的口氣一定是有氣無力 一定是自言自語 自愛自憐 那種感覺 你那種心境要出來 那夜晚的歌 有夜晚的感覺 白天的歌 有白天的感覺 海灘上海邊的歌 它有海邊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每個曲調 一定是配合了歌詞的意境在中 所以我請各位喜歡唱歌的 或者是參賽的朋友 一定要把這個情境拿捏好 然後唱歌的口氣 因為有樂句 你到最後的尾音 就不會力不從心了 你知道嗎 前面唱好好的 突然那個尾音就 咚掉下去 要不然就氣不足 就聽不到了 所以那是很可惜 所以把握這個重點 好我現在就跟你唱歌手 咚掉下去 謝謝 好這是我選的歌 為什麼 因為我9月24號要去 為高雄氣爆的朋友加油 所以我特別選了這首歌 那這首歌是江慧原唱 但是江慧妹也唱得很棒 我來試試看我唱得怎麼樣 請大家給我評分 謝謝 喂 好謝謝 請大家閉上眼睛 請大家閉上眼睛 如果我們旁邊做的是你親愛的 請你把他抱緊一點 跟你冷飄飄來 我未到你冷飄飄 因為怕你 我未到你冷飄飄 我沒有答應 每日冷飄飄 好 可以 不小心 我愛你 表情 沒喬喬 喬喬喬 世俗歐欄 修喬喬 我會跟你敢丟丟 讓我為你唱丟 我會跟你敢丟丟 讓我為你唱丟 我會跟你敢丟丟 讓你為你唱丟 我會跟你敢丟丟 讓我為你唱丟 我會跟你敢丟丟 讓我為你唱丟 我會跟你敢丟 讓我為你唱丟 你敢丟丟 讓我為你唱丟 你敢丟丟 讓我為你唱丟 我會跟你敢丟丟 讓我為你唱丟丟 我會跟你敢丟丟 讓我為你敢丟丟 我會跟你敢丟丟 讓我為你唱丟丟 我會跟你敢丟丟 讓我為你唱丟 我會跟你敢丟丟 謝謝 臣子的祝福你們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跟身邊的人 家人 你最親愛的人 一定要好好的相擁一下 有機會想到都要抱一下 好不好 好 那非常感謝你們 剛才有沒有聽出來我唱那個歌的 我講的口氣 有沒有 有啊 不會唱丟丟 你知道沒有 兩天 三天 要等就要等 這樣你的口氣出來了 你才會感動人 然後另外那個後面的 後面的延長音 有沒有 最後那一句 你才會那個字 才能延得長 很多人的尾音都會 跟飛機降落一樣就下來了 那就是音跑掉了 就是我們講的pitch不準 所以這個請各位參賽者 注意 還有愛唱歌的朋友 要注意 其實口氣比較重要 感情比較重要 所以呢 大家注意這一點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越唱越好 好不好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好 待會兒我們請潘老師